火是否扑灭 小林同志 自从你们上次来了以后啊 我是每天都看消防节目 你看这喽 有没有消防言坏 阿姨啊 这些纸箱子 这都是蚁燃物 对方在这儿 正有火灾的时候 影响逃生呢 我通过学习 我就觉得不合适了 对 清理一下 好 行 我刷一看看 报告定职 检查完毕 明霍已确认扑灭 这后阶的线都在这儿了 帮他们看看 有没有安全隐患 是 这块的飞线太乱了 到时候冲着他们冲盖去 你从杆上去啊 这 干吗 怎么随便拆我东西啊 没有 没有 我们是消防员 排查安全隐患 不是 你是消防员 你也不能随便拆别人东西 下来 你惹什么呀 不是 但是我们要动就 别动 别急动 同志 你的这个用电习惯 有很多隐患 我得一一帮你排查 而且呢 你的这个电瓶 是不可以拿到物理充电的 你得拿下去 得拿到的楼下去 我不上物理充电 我放哪儿充电 拿你们家充电去啊 我这电瓶一千多块钱 我要放下面丢了我 我一个月都白干了我 干吗 吵吵什么呢 组回来了 他拉的线 你自己拉的线是吧 嗯 首先你这是违规用电啊 还有这电瓶啊 不能入户充电 电瓶顺着充电 一旦起火危险极大 每年因为这个电瓶起的火灾 数不胜数 自己命中 天 你怎么还教育上我啊 你 你是不是生怕别人 拿你不当回事啊 我好像认识你 你是前两天网上 特别火那个消防员吗 那个 那个什么的男朋友是吧 你 起火了 不捞别人 先捞自己女朋友 不管别人死活 你还教育我 你先教育就要你自己吧你 你能不能好好说 我怎么说话了 明明是他先说的 你说什么呢你这小伙子 好赖话你听不明白啊 你懂不懂消防啊你啊 就凭着你在网上 随便这么刷一刷 你就敢先说人家啊 职业道德的事情 不好随便乱讲大事 不是 阿姨 我没乱说 你听没听见 他们这么说我 不是 阿姨 我的电瓶你干嘛呢 别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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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你跟我下去 社区的通告你也没看吗 电瓶不可以上楼大 你要再这么胡搅拦窜 你不配合消防员的工作 我投诉你 我我我我我自己拿我电瓶 你给我 你给我 给我给我 给我 我跟你说一句啊 你这个违反消防公理规定了 其次电瓶是肯定不能 拿进门充电的 如果你在这样 我们一定进行处罚了 不是 那也没有必要上纲上线是吧 就是我 我 就是阿姨那个 不是 大妈 不是 大姐 我我我错了 我不应该把电瓶拿上了 我应该放下边床 就这电瓶丢了 也是我自己的责任 是吧 您看行吗 几位 说话算话 送 说到做到 来 来 来